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和好朋友 彭博华老师 彭老师欢迎您 彭老师您喜欢吃菠萝吗 菠萝应该说我是很喜欢它的 你别看它外观不好 摸的时候扎人 但是它吃起来是很香甜的 您知道菠萝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吗 这个还确实不知道 树上的话 那就像菠萝蜜似的长在树上 或者说像萝卜似的埋在土里 我真没见过 您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菠萝生长在什么地方 那就跟随着我们的编导 去我们中国最大的菠萝的产期 去看一看 广东省徐文县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种植区 这里盛产菠萝 每年的六七月份是菠萝成熟的季节 漫山遍野的金灿灿的菠萝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引着人们去采摘 因为菠萝是两年生植物 所以人们对于这份甜蜜的果实格外珍惜 此时的繁忙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 充满了喜悦和幸福 可是刚收获完美好的果实 当地的人们就又开始忙碌了 他们成全结队的来到田里 对着一片片的菠萝叶又抽又打 这是为什么呢 三姐您这是在干嘛呀 蛋糕啊 这是砍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有菠萝了 菠萝就是等于是成熟了 然后不要了是吗 那你们平时都是人工这样砍呀 是啊 以前也是啊 您这裤子就是自己做的呀 是啊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啊 怕这个搞那个衣服烂了嘛 衣服会烂啊 会不会划出血啊什么的 有啊 有啊 那个手套呢 这个手套也是靠在这里 怕这个搞得少得出那个血了 那它能管用吗 能啊 管用啊 您能摘了让我们看一下 您看您手有没有受伤 没有 直接 哦 您摘了两层 带一层不行是吗 对 哦 这样就没事是吗 对 这里的人们要将菠萝苗粉碎 重新整地 种上新的菠萝苗 粉碎菠萝苗是一件辛苦繁重的事情 为了不耽误农食 人们需要加班加点的工作 邓伟是刚才这块菠萝地的主人 他看着满地碎掉的菠萝叶 很是着急 因为虽然花钱雇了人砍 但是却砍不干净 费钱费力不说 还耽误农食 凭着一股子冲动劲 邓伟琢磨着 要是能有一台机器就好了 发明人邓伟 发明项目根精粉碎机 凭借着多年的农业种植经验 邓伟从人工收获的刀具获得灵感 鼓刀出了一个用于粉碎菠萝叶的刀轴 那么这个仿人工刀片制成的新玩意儿 究竟能不能起到预想的效果呢 只见邓伟看着自己刚做好的宝贝 向着自家的菠萝田出发了 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 随着机器的向前推进 快速旋转的刀轴 像搅拌机一样 把菠萝苗搅和没了 那么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理想呢 这波 行进了一会儿 邓伟就迫不及待地 停车查看效果 邓师傅 您对这个效果满意吗 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是不是很烂很烂的 对 打一片 那么 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让机器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呢 原来邓伟制作的刀轴 有几个相对排列的弯刀组成 当刀轴高速旋转时 菠萝叶就会被切断并粉碎 那么村民们会不会认可 邓伟的机器呢 这么久了 邓伟研制出波罗叶粉碎机的消息 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很多在田里砍波罗叶的村民们 放下手中的农活 都赶到邓伟家中 看热闹 我都不知道 Senin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刚年是不知道 我是刚连发出来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别说你不知道 这个可以打波罗叶 砍得很快 效果还好 检骼 你看看 这个是很搭的 那你 这个就完你就吃一下 别别弄 别弄 弄坏了 你的这么坚固 弄坏了 摸一下就坏了 你不小心打断你的扫 你知道吗 由于是第一次见到 能够粉碎菠萝叶的东西 大家像看到了怪物一样 充满了好奇和疑虑 邓伟迹想急迫地 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宝贝 又生怕自己的宝贝被碰坏 你这个东西打多弄快不快 不知道快不快 反正比你人工快了就行了 空话是没用的 要实际行动你知道吗 行 你说你吹不吹牛 我怎么知道你吹不吹牛 相信你你给我就戏了 要不然你就用你的刀子 看一见我的机子打 谁快 敢不敢 滴一下 好 给你实际行动了再说 就是 不知是性子太急 还是被大家的言语给激怒了 邓伟非要开着他的宝贝 到田里 让大家亲眼见识见识 这不 村民们也浩浩荡荡的 围着机器出发了 在大家簇拥下 在大家簇拥下 邓伟带着他的宝贝来到了家附近的一块儿波罗田中 刚开到田里 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 特别想看看 这个机器究竟能不能帮助他们粉碎菠萝叶 可是邓伟却迟迟没有开动机器 这是为什么呢 你这是在干嘛呀 这是在干嘛呀 我就是在调那机子一下吧 大家可都等着看你这机子的表现吧 看我的机子的表现 那我调好吧 干做出来一下就这么做了吧 也不知是紧张还是手务 邓伟的扳手差点掉到地上 围观的村民们有些按捺不住了 你还没开始就坏了 你还说这条 我马上就行了 你放心 你等一下吧 行不行啊 我来这种干做出来就调一下 不行啊 在这里调好了现在过了一二要调 哎呀 反正机子刚做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嘛 你不懂要搞机器的 这么多人在等着你啊大哥 反正比你快 你敢不敢跟我比 我们现在都可以割了还是比我们快 我们现在眼已经大了就随时可以割了 你还在这里调 你先开锁吧行不行啊 我稍后然后再给你我看 我们等你吧 等你把机子 对啊你等你先先砍了吧 我先收我的机子吧 我们先开锁吧 先开锁来 好 看他这么牛 来 那谁输了谁摆一桌酒好不好 来来来 那倒闲啊 不是闲就摆一桌酒嘛 意思一下嘛 但是一个村子的人还煮闲什么呢 行啊 没问题的 机器还在调试 原本吃观望态度的村民们 对这个机器一下失去了信心 或许对于勤劳朴实的村民们来说 自己的双手是唯一值得信赖的资本 同时好时坏的机器比起来 自己的双手可牢靠多了 此时 邓尾机器的临时罢工 更加印证了村民们的这种信念 这波 大家纷纷离开机器 抡起双手 开杠了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赢它了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法刀 应该可以赢它了 现在可以赢它 大家加油 正在村民们砍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邓尾的机器修理好了 他一边上车 一边回头看那些正在劳作的村民们 心里似乎有些着急 随着机器的开动 很多菠萝叶瞬间就被粉碎 村民们都很吃惊的 看着这个机器 机器有如脱缰的野马 在波罗田中奔驰着 而驾驶着机器的邓尾 就像这匹野马上的勇士 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 我们搞这么多年了 我们这么多把刀 肯定比第七块 你不相信你看哦 虽然嘴上说的能明 但是村民们的气势 却入了很多 小伙子的加油声 在人群中没有得到回应 由此可见 村民们的内心 已经有些忐忑和不安了 就在邓尾的机器 要粉碎第二笼的时候 机器却忽然停住了 怎么啦邓师傅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了 哪里出问题了呀 机器的洗炉箱的 坐底跟接收的地方 手里的很大 电池里面就漏油了 坏了就不能工作了吗 不行了 这个突发状况 打破了村民们刚才的沉默 他们纷纷围了过来 怎么要不开啊 啊 机器都坏了 我都说你这个是破烂嘛 你还不相信 肯定是坏了 又停了肯定是吧 我们都砍完了 你看一下 你们才打几次啊 打一回都不到 你看我们砍了多一点啊 现在打出来还没我们搞得好 还是我们严厉厉害 还比不比啊 西部 还比不比 嗯 这上方你就行了吧 机器坏了 怎么和我们比了 你呢 机器一开就坏了 是怎么搞了 你还能拿什么出来比啊 好了好了 我们快搞 肯定我没赢了 我们还比什么了 有办事了 机器输掉比赛 给村民们注入了一股强心技能 他们更加坚信了自己双手的价值 也理所当然的失去了 对机器的期盼和信任 孤立无援的邓伟 在这一刻 似乎也无力反夺什么 但是 预计在他心中的复杂情绪 急需宣泄 别问请问谁啊 老师跟我 打我的心情 不好的心情啊 你知道吗 还是我们严厉厉害 如果说你来搞 你怎么样啊 什么心情啊 快了 你看 你还这样跟我说话了 你看 傻瓜了 我们这么多人跟你比 比的时候你没有 回去吧 你回去 你不是比 你给我们比吗 是不是 你给我们比 这就心中有大声有用啊 看到邓伟的情绪有些激动 村民们都不再说什么了 他们收拾好农具 纷纷回家了 原本稳操胜券的比赛 却出乎意料的输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机器出现故障了呢 恢复平静的邓伟 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 就是我的机主有一点问题 安装不好啊 而且质量问题 钢材的问题 我刚做事呢 我不敢买的贵的 标号的钢材嘛 现在就是买的 第一点便宜点的 钢材做的 我心里有一个点线 然后呢 他们眼光看一看 眼光看这么长点里面 他的头这么高 你看嘛这么高 我的打 你肚子一下啊 我们打一片很快 你刚才 他们也看见我 是不是很烂很烂的 打一片 这是机主的问题 有说一点问题 就是很快我 腿心修好 肯定跟他们比赛念经一下 谁的好 不可能的失败 绝对不可能的失败 哎呀 今天呢 跟他比赛 他们笑死了 我就玩死了 用便宜的钢材 打制的零部件 经不住长时间的连续作业 但是 这并不影响机器粉碎的效果 而比赛的结果 让村民们对机器全盘否定 独暇顾及粉碎的效果 大家对机器的放弃 让邓伟有些失落 但是邓伟不会放弃 他要为自己的 机器证明 为了尽快地将机器修理好 他在田地里 又捣吃了好一会儿才回家 回到家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 开始修理机器 他不放过一分一秒 甚至有些奋起放食 凭着这股子绝强劲 邓伟很快就修好了机器 此时的波罗田中 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人们 他们都在忙着砍掉旧的波罗苗 以开始新遗迹的播种 邓伟来到一处村民较多的波罗田 停下了机器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辛苦不辛苦啊 辛苦啊 你几个人到选一天啊 一百二了 一百二 哦 这很贵了 贵也 但也辛苦啊 我就可以继续过来 去一下吧 我担心你搞不好给我 你放心 我搞不好 我就给你赔钱 我做好了 然后呢 我就也不要你的钱 行不行啊 你搞搞好了 我就放心啊 我就不要你赔钱了 我就谢谢你了 经过一番沟通 村民答应 让邓伟夏田使用机器 他们都放下了手中的农具 目不转睛的 看着机器 机器在不断向前警示着 一颗颗波罗苗在机器的座椅下都被彻底粉碎了 在刀轴的高速旋转下 被粉碎的波罗叶不断的被抛送出来 绿色的碎末与红色的泥土融为一体 经过两次反复粉碎 刚才还是绿油油的田地 现在已经被红壤 严严实实的覆盖了 那么 面对这样的场景 看了二十多年波罗苗的村民们 会有怎样的感想呢 哇塞 可行吗 五分钟就打完了 对啊 可能是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吧 应该是五分钟了 行了吗 行了 可以了 可行啊 那就OK了 你刚才说不是 你担心我做不好吗 不用担心了 这样看就好了 好了 这个效果满意吗 满意点 那像你咱刚才那样 如果是人工的话 就是像刚才那样 大概得多久才能 还有三个月了 那这个呢 这个多少时间 明天就可以了 明天就可以离了 哦 那个等于是还要晾三个月 是吗 是 那等于是他这个 既给您省了时间 还给您省了工 是吧 是 那您开心吗 开心啊 等委的粉碎机成功的消息 在村里迅速传开了 很多人都想找他的机器帮忙 这其中有一位当地的香蕉大户 陈展 他种植了一百多亩香蕉林 然而 砍香蕉树这件事 让香蕉王成展 很是头疼 他听说邓伟发明了粉碎波罗液的机器 就想着 如果这个机器也能粉碎香蕉树的话 那么不就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了吗 于是 他把邓伟带到他家地里 想要尝试一下 这是这块香蕉吗 这是这个香蕉你能不能把我搞一下 就应该可疑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打过那波罗液了 波罗液打得很碎了 现在这个香蕉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市的好的相当是好 对我们做本性的也是相当是好 所以那些几个人还是要有委员在打得去搞一遍 还有搞三遍 那个价钱就像那些搞 那是否搞一下 好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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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展似乎也不放心 他紧紧跟在机器后面认真查看着 可是机器刚开动没多久 陈展就急匆匆地奔向机器 他这是要做什么呢 那不行 打的也不浪了 到时都很赶紧地更配劲 是不是 不是 他这个不行吗 不浪不浪 这样搞起来更配劲了 如果行调的话 我们展示就这样几个眼台 所以这样就是 又手又抱 反而更增加了一个 要把它分开了 是吧 因为菠萝就很碎了 打香蕉干嘛 打不碎 没有这个道理 我一定要搞下去 自己的机器 既然可以将菠萝苗粉碎 这就意味着香蕉树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邓伟心中 最简单朴素的逻辑 带着这样的信念 他仔细地查看 粉碎香蕉树的效果 研究着香蕉树的 内部结构和特点 这是豆丝纤维 一片一片豆丝纤维 拉不断了 我的机器的问题了 很多的东西在这里 都是那个香蕉杆 香蕉丝叶子 干的 给那个东西带来的 很大的压力 黄老师 我们看到在刚才的测试当中 邓伟的机器出现问题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是香蕉树 它想把它的叶子 茎给粉碎了 我们知道香蕉树 它的结构是 中间有一根很粗的茎 现在我这个就来代表 香蕉树它的茎 我们看这个木条上面 有这样的树纹 其实香蕉树 它那个茎上 香蕉也是这样去盘列的 现在我拿了一把刀 我们如果让这个刀 这样去砍这个木条 你看看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砍起来比较费势 对 但是我要 顺着它 我要这样去砍 会怎么样 这个就事半功倍了 我们来试一下 哎呦 一下子就砍开了 你会看到这种效果 所以它弯道对于这个香蕉树的近 确实是有点难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发明人邓伟又有怎样的改进方法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改动机器 才能将香蕉树粉碎呢 邓伟似乎也没了头绪 他坐在家里 拿着人工砍香蕉树的工具 反复琢磨 却怎么也想不出 到底应该怎么改动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邓伟机器粉碎香蕉树失败的消息 不进而走 村民们对邓伟好不容易燃起的一丝希望 又迅速破灭了 对于村民们来说 哭点累点都不算什么 抢农石才是最重要的 早一天砍完 就能早一天种上新的种子 这不 他们又成群结队的开始工作了 为了真切的感受一下香蕉树的砍伐过程 我们的编导也赶赴现场 进行了尝试 大哥啊 您这是在砍香蕉树是吗 那这个好砍吗 难砍的 怎么更难砍法呀 你来试一下 试一下 我觉得这棵树得有多高啊这个 这个有两米多 两米多 多粗啊大概直径得有 大概有30公分 30 50 50厘米 好那我试一下 你们这个有诀窍吗 你先砍呢 就直接从这儿砍就行是吗 你砍就行 砍电器就拔了出来 还是有点不准 我总感觉这个就是还是找不准 天呐 如果被我砍得了 又被我砍了 又被我砍爛了 你肯定没告诉我绝窍 你肯定没告诉我绝窍 天呐 你肯定没告诉我绝窍 天呐 不行 我砍不断了 我得我得把它推倒 又要搬去 天哪 又被我砍的都烂了 见在眼睛里哪都是 它这个其实挺难砍的 你看这里边全是丝 不是我想的那种 一圈一圈挺脆的感觉 它生狗了 中间有一条心就实的 实心就是吗 你看这丝跟蚕丝似的 就很有韧性是不是 真不容易掌握我觉得 就是一个地方就几刀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很粗 比如说你四五刀没在一个地方 你就要多砍五六刀 在高大粗壮的香蕉树面前 村民们都显得那么渺小 但是就是这渺小的身躯 却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们挥刀砍着 只要三两下 一棵棵香蕉树就应声而倒 看完以后 他们还要将香蕉树分成小段 然后搬运到地头 据说这些香蕉树都很重 平均每棵重约五十千克 虽然常年干农活 但是这样的重量对于他们来说 似乎还是有些失利 这些辛苦邓伟都看在眼里 他不仅常年观察村民们的劳作方法 而且还亲自尝试体验砍伐过程 实践出真知 通过对香蕉树结构特点的观察思考 邓伟发现 香蕉树的树干是粉碎工作的核心部分 而树干的结构又是由层叠厚实的树枝分布的纤维组成 浓密且有韧性 当用弯刀进行粉碎时 在弯刀触碰到香蕉树后 就会被香蕉树纤维缠绕 并且越缠越多 如果改用直刀平行于纤维进行切割 不就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吗 有了这个灵感 邓伟就开始动手制作了 他把刀轴上的刀具全部改成了直刀 这样一来机器应该就没问题了 这不 邓伟迫不及待的驾驶车就出发了 他这是要去哪里呢 我们跟随着他一路开到了一块香蕉地 喂 你好 哎 山主啊 你在哪 我现在机器做好了 第二代现在连就好了 你过来看看机器一下 我在你在香蕉地等你 行不行啊 你过来看一下嘛 好不好 我在这里面等你啊 很佳妞 觉得肯定是没问题你放心你过来吧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等一下 里面都做个机器啊 哦 好嘞 嗯 快点哈 嗯 拜拜 嗯 拜拜 他把个电线在那上面的电话 原来邓伟是给上次的香蕉王陈展打的电话 过了大约五分钟 陈展骑着摩托车就赶来了 这边多久啊 怎么样 自己做好了 第二 干啥呢 有什么不一样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的 你看见吗 啊 很爽 不要让我公园收我就行了 我公园这些收我很麻烦 就乱搞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都没有 技术没形成嘛 我们还有经过一个方案来 思维来想一下嘛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行的话 对啊 肯定是有信心了 你放心 我绝对就可以了 搞一下 肯定要搞一下 给我看一下嘛 行 那我给搞一下 我搞一下 经过简单沟通 邓伟驾驶着机器开始工作了 高大的香蕉树在触碰到机器的瞬间就被推倒粉碎了 无数把指刀在高速旋转着 只见白绿相间的碎末见得到处都是 对啊 好 对啊 那么这次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得到香蕉王的满意呢 哎 哎 男爪 你看效果怎么样啊 这就是现在打的 你看效果怎么样 你也看一下怎么样 你这种效果还用稍微问我 你 就像我以前一条一条了 现在的一下子打烂这么多了 以前还没有打过去还得堵住那塞住 现在基本上就就打烂了 你看啊 你看是不是啊 比比山树好得很啊 你拿不留苗中下这一戏给我看一下 那这个也是难理一点的 我就是刚才不是说不行 你说这些东西 等烂了是什么时候谁能烂了下去 是不是 还有这么厚 一打一打一打了 粉碎的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究竟应该怎么改进才能将香蕉树彻底粉碎呢 通过对粉碎效果的观察 邓伟发现很多香蕉树虽然被刀劈碎了 但是这些碎掉的精液却一层一层的铺在地表上 没有被搅到土壤中 那么 怎样才能将它们搅到土里呢 邓伟想到了离地机 离地机在离地的时候都是将土搬出来 如果把刀轴调整一下方向 是不是就可以把精液搅到土壤里了呢 有了这个敏感 邓伟就准备购买零部件进行制作了 然而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 那个资金的问题 也是为我的老婆不住宿 想搞离婚的时候 她说你每天去买那个干铁干啥啦 我说干啥搞一下咯 要不然你就是砍纤椒咯 然后呢 她说你是鬼头啦 你像做那纤椒鸡啊 我说去一下吧 也不是不是饭到 去饭到不一定行功 我又结果念头 就这样 邓伟拿着向朋友借来的钱 跑到山东上海等地 采购了一些零部件 有了这些零部件 邓伟的预想就得以实现了 那么 他改造的零部件 到底是什么呢 邓伟在传动机构上 组结了一个变向齿轮箱 通过变向齿轮箱上的杠杆变动 可以改变传动轴齿轮位置的变化 实现连接刀轴齿轮的反向旋转和正向旋转 这样就可以带动刀轴实现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为了看看改进的效果 邓伟从附近的田地里割来了一些杂草 想先试试新装好的零部件 工作起来究竟怎么样 随着机器的开动 在刀轴的作用下 杂草被粉碎了一部分 接着 等伟队刀轴转向进行了调整 这样以来 杂草基本被粉碎的 练养有全灰 只剩下碎面了 邓师傅您觉得这一次效果怎么样 效果特别好 怎么个好法 还有看领导渐转和换转的作用 凤活作用 效率很高 是吧 第一树可以打断 第二树可以打蜡 你看了 现在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 效果很好的 很适应的 可以马上 今天打起明天可以离地了 要不远离 看在地里面 太远晒了 两三个月 但是这是杂草 不知道这三双树能不能打到这样的效果 能 看着改进后的机器达到了自己预想的效果 邓为有种掩饰不住的兴奋 他想与全村的人分享自己机器成功的消息 然后他开始机器出发了 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邓为并没有去香蕉田 而是开着他的宝贝来到了镇上 这是为什么呢 东家在表面 山转在家吗 你在家 那去干嘛呢 他去工地 跟工也去盘青椒了 盘青椒了 那我的机器做好了 我帮你们打青椒吗 打青椒啊 不知道好不好 我试一下啊 行不行啊 行你找他咯 他在哪呢 他在工地砍青椒咯 跟工也 你那工地在哪呢 宣报地 哦 宣报地上面 好的 那我就找他吧 你打电话给他咯 行啊 他有电话吗 好 原来他是来找香蕉王陈展了 听说陈展此时正在田里忙着砍香蕉 等没开上机器就出发了 有过两次失败的经历之后 获得香蕉王的认可 显得无比重要 那么此时正在田里忙碌的香蕉王陈展 又会有怎样的态度呢 神长 我的机组搞好了 都念念我来帮你搞吗 还搞什么搞 前两次搞得都一点都不好 还费不了员工 是不是 前两次搞得那个 那是人 现在 这上一次才还骂我 说搞这些东西 怎么还要这样爆出去 现在我是第三代了 我现在感觉这半年时间都搞出来了 行不行啊 上次是上次的事 现在是现在的事嘛 是不是啊 我经历很多的努力啦 我现在还要敢工 那种菠萝啦 现在没有空啊 那那那我来试一下行不行啊 叫你的工员停下来 我给我搞一下 我一个工员 一百二十块块钱一天哦 要不行我就 现在要停下来我就误了我的工员 要不然就这样吧 就是如果我搞不成功呢 我就给你贴人工的钱 搞成功啊 那不好意思 哎呀怕什么呢 那不好意思 行啊 你要不要给他搞一下 要不然我就试一下吧 我就说 搬几块出去给他 下次弄一下 你看行不行啊 那你搞那 你随便搞 你自己搞 做我的工员算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有了之前两次失败的惨痛教训 香蕉王队邓维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无奈之下 邓维只好现场搬几颗香蕉树 粉碎给他看 经过刀轴正反两次旋转 两颗香蕉树很快就被粉碎了 那么这样看似理想的效果 能否得到香蕉王的认可呢 你不去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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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应该可以 那今天我细帮你打呢 不知道你到那 你打是怎么样呢 但是我的命迹这么大 你能搞得好吗 我还有港工吗 我现在的机组的效率很高的 你知道吗 我一台机组比你30个元 这样不可能吗 30个元 一台机能比30个元 不可能吗 是不是 你今天我来细一下 跟你比赛一下 你是30个元 我这一台机组说 看谁的快乐吗 谁的效果好吗 比赛一下 行不行啊 也可以 我跟我工人打 这个香蕉树抽一下 原来香蕉王是担心效率的问题 面对500亩的香蕉地 如果效率跟不上 就会影响下一季的播种 进而影响收成 那么邓伟发明的机器 在效率方面 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为了亲眼见证 香蕉王把他雇佣的40个胶农 都召集过来了 他想看看这个机器 究竟能不能替他完成 这些人的工作量 陈师傅 那咱们现在就等于是 您要跟这个邓师傅 您俩要比试一下 是不是 比试 比试 那咱们现在这是多少人一共 我们这里一共40个人 40个人呢 那邓师傅 40个人可以吗 40个人我怕顶不了吉他 要不赢就续下吧 你这个能顶多少个人 我的机器能顶30个人 30个人 那现在40个人要比的话 你觉得有可能会赢吗 那我们现在没底 但是我现在也想跟他们比一下 为什么 看我的机制的能力效果 比他们那人工的很低头 看情况怎么讲 那咱们人工队这边 咱们40个人 跟邓师傅这个机器比的话 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会赢 我们肯定赢了 你看那箱子是这么大一条 像就是他的机制 哪里能搞得税 我们30个40个人 搬一下子就搬完一某地了 他怎么搞得赢 那我们就跟他比一下 准备是怎么着看 就搞两行来试一下吧 我们员工搞两行 他机制搞两行 我们肯定就比他的快 绝对赢他车子 好 那我们就比一比看 比一比看 来了 有没有心心大家 有 好 那我吹口哨 咱们准备开始就开始好不好 好 三二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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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了 人工队中的每一个人 都热火朝天的工作着 多年的农业种植经验 造就了他们 非凡的体力和耐力 这些也是他们内心坚定的砝码 那么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 更为的宝贝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正当我们满心期待的时候 机器忽然停止了 大师傅这是怎么了呀 我看一下吧 我看一下吧 可能是那个机子哪里有问题了 我没有 可能是 停了是吗 熄火了 熄火了 大都不见面 那不行了 我就调一下吧 调一下 在前面 你们赶紧去干活 邓尾告诉我们 由于地形条件不同 需要调节一下机器粉碎台与地面的距离 此时 人工队的人们看到机器忽然停下 情绪更加激动了 机器的调试使得人工队势气大增 他们个个情绪高涨 一棵棵香蕉树在他们手中纷纷倒下 他们分工明确 先由砍伐组的人把香蕉树砍到温断 然后由搬运组的人 把一节节香蕉树搬运到地头 不一会儿的功夫 人工队就已经完成了大半截 把那个机器才开两棵就倒了 我们都搬完了 是不是 我们能搬了那么多 砍了那么久 你还没修好啊 什么机器吧 不要我们等你一下 不要 我马上就收好了 马上跟你比你那个快得很啊 你还帮我收 我来帮你打好啊 垂牛吗你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的机器的效率这么高啊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和嘲讽 邓伟虽然嘴上不承认 但是他不连贯的话语 却透露出了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工队越赶越多 邓伟还能否赢得这场比赛呢 调试好了机器 邓伟就出发了 与村民们比起来 机器钢铁铸铸铸的身躯 蹦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 高速旋转的刀片就像是一阵旋风 把香蕉鳞瞬间粉碎 看到机器的威力 村民们会不会放弃比赛呢 我们估计赶不上他了 他们的质量不好 把他帮出去 这个要不烂 我们员工抬出去就干净一点 这个岛在这里吗 现在还没有睡 还没有完成睡 快点来啊 我们赶紧来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绝对照顾他了 我们绝对照顾他了 我们40个人 不是一两个呢 快点啊 一起来啊 虽然机器不到两分钟 就赶超了人工队 但是村民们对初步粉碎的效果 却不满意 他们还是坚定的认为 自己的双手做出来的 效果更理想 此时的邓尉开动着自己的机器 就像是一名勇士 驾驶了一匹骏马 自由驰骋 所向披靡 所到之处 高大粗壮的香蕉树 瞬间就被粉碎 首先 顺时针旋转的刀轴 可以把香蕉树 劈开切断 随后 再调整机器 将刀轴 变为逆时针旋转 把刚才 劈开切断的香蕉树 进行二次粉碎 这样一个来回 刚才还高高大大的香蕉林 瞬间就被移为平地 看到这样的景象 刚才还对机器的粉碎效果 指指点点的村民们 全都惊呆了 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 足足观望 原本对抗激烈的比赛 在此时 似乎变成了一场观摩秀 邓伟心无旁骛地工作着 刀轴高速旋转着 不仅粉碎了香蕉树 连同邓伟这九年以来的坎坷和委屈 也一起清理埋葬了 此时此刻 他和他的机器 是全场的主角 是村民们的焦点 大家都彻底折服了 停了停了 人家机器都搞好了 我们都输了 还搞什么啊 看一下效果啊 走了走了 看一下效果了 过来了 来来来 看看效果 看看效果 你们怎么都停了 效果太好了 你们这都不干了 都认输了 输了 还是机器搞得好 还是机器搞得比较好 就不是说我们四十个人 就五十个人也搞不过他 我们不做事了是不是 要省人工历了是不是 你们大家开不开心啊 开心 到底是不是呀 大家人工队早就停下来了 都说服输了 我呢 居然比他们好吗 你让大家说说看 要好要快 太好了 刚才的时候 我的心里头 我就想 肯定是输给他们了 然后呢 我把那机子呢 调高一点 调调调好了 然后 我马上就做好了 然后我的机子就 比他们接了好 好得多 给他们写了很多的功夫 写了很多的写了嘛 是不是啊 那我就晕了嘛 开心啊 很开心啊 再后香蕉王陈展 决定用邓伟的机器 来砍完自己的 一百亩香蕉地 邓伟作为一名 普普通通的农民 历经九年探索 发明出了根筋粉碎机 创新了粉碎道具 提高了粉碎效率 试用范围广 将刀轴安装到 任何动力设备上 都可以使用 这样发明呢 针对橡胶树干比较粗 它的茎液呢 又比较有韧性 难以粉碎的特点 采用这种 立式的这种甩刀 能够经过多次的 这种粉碎 这样一个方法 使得呢 就是橡胶树 达到粉碎的效果 总的来看呢 这些机器 对橡胶树的 这样一个粉碎 还是非常好的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彭老师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谢谢您 欢迎电视机前的您 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关注稍后的其他节目 感谢您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